前不久内于刮起了一阵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盛开在琥珀色月牙之风 无数粉丝提名自家艺人 成为那朵茉莉花 意味自己内心深处绝对无暇的存在 各花入各眼 王一博粉丝心中的那朵茉莉花 自然是王一博 2023年就要来了 等待了许久的快年晚会也终于就在眼前 王一博会在东方卫视表演自己的新歌像阳光那样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曲目了 在达成了第一天销量不到9小时 即拿下2022年数字单曲冠军的漂亮成绩后 有更多人这跨年舞台产生了兴趣 对于天生没什么乐感的网友来说 听歌总需要一些辅助 电视剧电影等 欧斯要在特定的剧情下倾听才能产生乐曲共鸣 而对于王一博新发布的像阳光那样 则是迫切的需要一个可以诠释歌曲的舞台 而这个舞台就要来了 越是录播 所以王一博的宣发博 那是早早的就公布了王一博的排练现场 虽然不知道具体表演的时候 王一博是什么造型 可在排练时 王一博一头乖乖的顺毛 白体恤白衬衣黑裤子 戴着口罩 脖子里有着万年不变的小骨头项链 除此意外别误他误 该是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王一博了呢 曾经的王一博是绝对明艳且张扬的 他化着浓妆 爱豆需要足够浓的妆容 才能够在舞台上不被吃妆 眼影 眼线 口红一个不少 王一博是少数录完了全妆 却没有丝毫娘感的男生 后来的王一博 那是走进了另一个极端 从爱豆王一博 到了王大爷也没有多久 大家不但看不见 王一博脸上有任何妆容 甚至连个可以修饰他眼型的 内眼线都不化了 从极致的明艳到极致的清淡 粉丝们虽然适应良好 但毕竟还是会想念 倒还真是少见王一博这种轻轻爽爽一身 纯白的造型 像是刚从校园出来 身子稍显单薄 没有曾经为角色而进行的增击 整个人那是干净又利落 似乎还是个来到娱乐圈一游的懵懂少年 很难想象这样的王一博 其实已经混迹那一十来年了 可他依然可以将自己的状态 随着需要切换 为角色 他可以有满身肌肉 即使被黑子吵弄 他胖也不在乎 为舞台 他可以单薄如指 只为了可以呈现冬日不去后 见到春天的抗争 像阳光那样 需要一个可以深入人心的舞台 像五感一般给到所路人一个铭记于心的表演 是唤醒 是希望 是破茧成蝶 是出生暖阳 是冬雪消融 是所有苦难的结束 是所有希望的开端 王一博的舞台从来没令大家失望过 他13岁一位舞蹈来到娱乐圈 在蓝忘机之前 王一博的初圈就是一位舞台 在舞台上表演 是他绝对的舒适圈 期待着像阳光那样 会有怎么样精彩单位表现 那如玉一般的少年郎 那纯洁如茉莉花的少年郎 将会用他的舞台展示 和为破茧成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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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